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比较乐观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台北股市如果它仍然是唯一的一个主流 是在电子个股 那可能你要担心它有机会 ABC反弹之后再度走C波的下跌 但是现在台北股市 你没有发觉到可用的资兵很多 它可以金融 它也可以电子 它甚至有时候会拉部分的一个传产 它其实就是一个轮动的格局 当你出现了轮动的格局的过程之中 它的整个一个可用之兵 它是不是就增加了 当它增加的过程之中 慢慢的慢慢的 大家会发觉到台北股市怎么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跌不下去的过程之中 你慢慢卖 当整个一个融资呢 筹码获得了一定的沉淀 那个时间点多空即将就会去做对决 多方就有机会去做胜出 那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会是确定胜出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预告台北股市呢 在今天就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营业日 多空即将进行的对决 快的话就是下个礼拜哦 你不要忘记哦 就是下个礼拜 那慢的话就是5月的下旬 那现在这个成交量这么的小 昨天也是700亿的出头 今天也是700亿的一个出头 那就代表大部分的人呢 已经像123木头人一样都不会动 那很多人呢 对整个台北股市呢 他就是代表的他比较悲观了 可是我们告诉大家 因为股市里面只有少数的人 他是成为一个赢家 如果大部分人开始不动 大部分人开始悲观 那个时间点 其实就是赚钱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一直强调 有时候你认为好 就像很多观众朋友 你认为好 这个股票会飙啊 你就去买 就没有想到他真的飙 但是他是往下飙的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过去体认 国际股市上面 或者台湾股市上面 他很多的变化 所以每一个阶段 他的飞行 他的流行 他的时尚 在股市里面 他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过台北股市 这几年来他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你只有抓对主流 你才可以赚钱 你抓不对主流呢 你是赚不到钱的 该买一个题材个股 该买中小型的个股呢 你怕 你不敢买 不该买的时候呢 你拼命的去做追高 他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告诉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说再烂的个股 也不可能一年365天 他都在跌 他一定会进行一个跌升式的反弹 那个时间点里面 你就要好好的审视 你手上个股 就是趁现在 都要趁来得及的时候呢 赶快的去做处理 如果你的个股 他跌很深很深很深 然后他开始进行一个反弹 可是他的季线 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他是要扣抵到相对的高 也就是你站在今天里面 往前回推60个营业日 他会扣抵到相对的高档 那种个股里面反弹起来 你还是要钻石断碗 你还是要懂得出 因为如果你不断石断碗 你不懂得出 季线的下弯代表什么 他要整理 区间的整理 要三个月的时间 你想想看 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 如果他要整理三个月 就是6月中旬 7月中旬 8月的中旬 那你不是跟下半年里面来讲 say bye bye了吗 那你这样的过程 之中你永远是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有个方式 如果你的个股未来的进线会扣抵到高档 然后呢你进线已经呈现了下弯 请你反弹的时候去卖掉 因为你才有资金里面去迎接未来上面的一个行情 未来上面的一个主流 它才是一个重点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告诉大家说我并不悲观 可是很多人都看美国股市在做股票 美国股市跌你就杀低 美国股市长你就去追买 结果是对的吗 你可以发觉到是不对的 现在里面台北股市的惯性都改变 以前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现在都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你可以发觉最低跌63点 今天呢又收在今天相对性的高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 我觉得你没有悲观的一个理由 现在整个台北股市呢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 多空即将对决 我现在只强调一个重点 在之前我们告诉大家 月线之上你不可以追高 月线之上你不可以追高 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记住我说的 月线即将不再是反压 所以你不可以在月线这边里面说 我就要卖 月线这边我就要卖 那你就错了 然后呢它的一个定量 什么叫定量 就是说台北股是一个决定的这个量人潮 它大约是在950亿左右 如果有一天950亿左右 然后呢它是往上冲的 很抱歉你要赶快进场 如果你不赶快进场的话 你会错过这一次的一个行情 整个台北股市呢 就是要由这个量人 950亿的一个量人潮里面 去决定一个多空上面的方向 而且你可以发觉到 现在呢 暂云密布啊 不管是多头 不管是空头里面来讲 它在这边已经密集了 它即将暂云密布 开始慢慢的去做对决的一个动作 那你只要留意的 每一波的主流都不一样 如果你不能够去做跟上的话 那可能你要跟下半年 能不能够成为赢家 你就说拜拜了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在强调 我说股市上面 它是一个马拉松市的一个赛跑 B时之间你看不出来 尤其很多的观众呢 很喜欢去看涨停板 很喜欢去想象 我说如果我每天 在跟你讲涨停板的话 我告诉你很简单耶 我只要把每一天 涨停板的股票印下来 有涨停板的都是我的股票 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呢 你就被那个眼光桌吸引走 你就是想要去赚那个涨停板 结果你不但没有赚到涨停板 你拿到的呢 可能是大跌 可能是跌停板 因为现在里面就是第一季的季报 全部公布完毕嘛 公布完毕的过程中 很多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见光石 明明是亏损讲赚钱 明明是小赚讲大赚 那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有个股上面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告诉大家 题材性的个股 你自己去其实想想看 台北股市里面 任何的流行的一个题材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 事先帮大家去做掌握 我跟大家讲 237的维星 一定会看到它温水煮青蛙 我讲了多久的时间 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有看的人 你都可以得到了验证 你拉开一段时间里面来看 你本来想要去赚涨停板 赚一根停板 7%一成 结果你不但是赔掉了 两成三成的财富 还是你要实实在在的 在这个过程中去赚到你人生之中的财富 我在讲维星的时候 在当时候它还没有大涨 每一天都小涨 小涨小涨 随后你就看到它 5月14号公布低级财报了 大涨 已经来到38.2了 再大涨39.7 在大涨 今天里面已经来到41.45 它涨幅多少 你自己去算一下 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每天都要小涨 小涨 大涨 你要哪一种 它的量能上面有多少 我说如果你去选择一个小型个股 你去买很容易把它拉上涨停板 但是你要出给谁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你要出给谁 所以在每一个过程之中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每一个操作的时机点里面 它真的都不一样 而且有些个股里面 我们说台北股这几年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 前一波的主流里面 你没有适度的去做获利了结 你没有适度的在它跌之后 反弹之后出 你会发觉你一套 要套好几年 所以在今年里面它就是这样子 过去里面也是这样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去做一些体会 所以我们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在30块钱出头的维新 一直告诉你温水煮青蛙 温水煮青蛙 温水煮青蛙 现在热水滚烫 原因就是如此 到今天的维新已经是41.45元 再创新高 那好玩的是呢 我在讲维新的时候 你相信吗 我在讲维新的时候 你有没有买 你可能有买 但是你可能没有赚这么多 因为它的乘数上面真的很高 你可以看到30块钱出头 到今天已经40块钱的出头 一张3万块钱 变成一张4万多块钱 所以小资能不能翻升 答案是对的 你如果去买一个小资的个股 里面来讲话 小资的哪里去买个小资的个股 还好 如果你是有钱人呢 你要买几张 可它的总体的市场的成交量 上面就这么的少 你能够大赚吗 你也大赚不了 你也翻不了升 可是整个一个维新呢 它的成交量都是1万多张 你呢 钱少一点买小张一点点 你钱多一点买多张 上百张 其实呢都很好进很好出 它就是一个这个道理 而且呢 你在最近里面 你可以发觉的出来 我不是只有告诉大家 维新还没有大涨 全市场还没有瞩目的时候 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在讲 现在每一个人都会讲维新了 而且这些讲维新的人 都是看到第一季的一个季报 可是你要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 它还没有公布第一季报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买它 因为它会1块钱 公布出来1.15元 我不是说我都对 但是你可以去看 我们在专业的这个领域上面 有没有去做一些领先市场的动作 同样的我们说当大家都在怕 5月份大股东卖股 卖股要干嘛 去纳索得税 那我就跟大家讲过 当时候的国际连15块钱都不到 我说如果别家的公司的老板 都嫌自己股票高 然后要卖掉去纳索得税 那有些的公司的老板呢 他嫌自己股票低 太低了看不下去 实施库长股 一直实施 一直实施 实施的第6次 自己不但实施库长股 还去增加持股的比例 那这种公司里面 就一定是老板嫌自己股价低嘛 那所以在我们当时候 告诉大家的时候就像微星 我说你可以发觉到 连涨都还没有涨 然后资本额上面很大 随后的一个国具 从15块钱不到 16块钱 17块钱 17.9到18.4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 你不用去再去追高 那你近代还会不会实施库长股 一个微星涨幅呢 也跟上了所谓的国具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都有全新的投资组合 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要去把握住台北股市 还可以做 还可以赚钱的时候呢 就要好好掌握这一个行情 你的路要走得够远 你要路要走得够稳健 你才可以不断的累积 否则你赚一点点呢 后面输大的 那怎么可能翻身 那是你会翻不了身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在正确一个 正确的投资的方向 就是来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当我们告诉大家呢 M型社会上面 绝对有M型化的选股方式 你有股市双赢的可能性 有钱的人呢 买多张一点 是不是从国具 从微星 你验证出来 真的更有钱 而且随便一下 轻松都是两成以上 那这些小只的男女 从国具里面 从整个一个微星里面 随便一下的累积呢 都是两成以上 有没有可以翻身 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你不要等到大家都在讲国具 大家现在都在讲微星 你就已经错过了 两成以上的获利的数字 那这样的方式里面 它绝对不是最好的 所以成功的模式是可以复制 可是呢 你要复制正确啊 这句话大家都会讲啊 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但是呢 你要复制正确的方式 什么意思 就你之前的做法是错的 你要懂得改过来 你要知道赢家的思维上面是什么 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你觉得旁边你周围的人 对股市上面的兴趣很高吗 我觉得是不高的 但是当别人不高的时候 你越高 你就是那少数的赢家 当别人里面来讲话 大部分人都对得塔比股市啊 散工万点有机会 我告诉你 那个时间点就是 你要小心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现在里面来讲话 因为大家呢 看到成交量的萎缩 看到行情上面来讲的悲观 我就告诉大家 你觉得有赚钱的机会 但是要买对股票 这才是叫复制成功的模式 所以在过去里面 来不及参与 可是未来你一定要 好好的一个把握 所以不用天天涨停板 这是我们张盛和部长讲的 是不是只要涨不停 不管是你看到的微星 是没有涨停板 但是涨不停 到了今天呢 两成以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你做出最好的决定 你才能够影响你美好人生的未来 你的人生呢才有机会是彩色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呢 我欢迎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不管你的股票上面的问题 不管你有限的资金 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个股 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就对了 我们会用专业的理论 专业的一个立场 专业的一个角度上面 帮你去解决 所以不是说你的股票通通不好 我们不是这样子 你该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点里面 去做获利了结 或是太弱 转进到一些正确的个股上面 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现在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的前30个名额 打电话进来 让我们用专业的理念里面 帮你去做反败为胜的一个动作 打电话进来 进一段广告 我们针对新的投资组合 介绍给大家 好 喜欢 就在这里 57瓶大字邦 原石雅院 股市里一道曙光出现了 散户藏医资讯的缺乏 而造成投资的苦落 唯一真正拥有法人实战操板经验 绝对不能和股票谈恋爱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为投股界建立全新典范 我对我的操作绝对负责 相信会员也能赚到钱 永成国际投股 给您全方位的理财官 入费公线 02 2542 8999 2542 8999 股市里一道曙光出现了 散户藏医资讯的缺乏 而造成投资的苦落 唯一真正拥有法人实战操板经验 绝对不能和股票谈恋爱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为投股界建立全新典范 我对我的操作绝对负责 相信会员也能赚到钱 永成国际投股 给您全方位的理财官 入费公线02 2542 8999 2542 8999 好久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听 请用去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俄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每一个阶段里面台北股市的主流 它真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住每一次的一个节奏 这样的话每一次累积财户 每一次累积财户 你的钱就慢慢慢慢的增加 你就不再是会大家称之为小子男女 你慢慢就变有钱人了 那我们告诉大家过 说这一家公司里面股价只有8块多 真的很便宜 但它并不是不赚钱的公司 它的业绩上面的稳定度里面是很高的 到目前为止 现在也不过是在4月份里面的业绩 它的公布里面就已经赚了两毛多 那我们说一年有四季 那你自己去想想看 那今年里面的获利的数字 它比去年里面整整成长一倍以上 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未来里面 不管是520的行情 不管是在政策上面的做多 不管是在选举上面的行情 你觉得它要拉抬什么样的个股 那你就是要去留意到 我再讲一个实质面好不好 大家应该知道昨天5月15号 MSDIC季度的调整 权重个股 电子的权重个股 几乎都被调降 金融的权重个股呢 为什么外资都要调升 那原因是什么 自己去做思考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过 告诉大家说 这一家公司里面 除了转机之外呢 它是真正有倍数性成长的一个业绩 而且不断的并购 去提升你的经营的绩效 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我说福茂早过晚过它都是要过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 它只是在内容上面 它要不要去做一些的调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 两岸未来的开放 它绝对会受贿 那在今年的赚钱的速度上面 又是去年的一倍以上 如果一家公司 我们说我们买股票 买面额 在公开发行的时候 就是以面额为主 面额10块钱就是1万块 1万块钱就是这家公司呢 不贪钱 没了钱的时候 就是10块 1张1万块 那赚钱的话 应该慢慢向上累积 可是这家公司 现在才8块多耶 它去年也有赚钱 今年赚的钱 又是比去年里面来讲的话 多了一倍 那现在股价只有8块多 净值呢 是11块钱以上 所以它的净值比里面也是偏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 你当然应该去做留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大家都在说 9022会不会过 你何必管9022会不会过 你要管你的股票上面 会不会去过之前的高点 那我们已经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W底型吗 这是一个颈线的位置 突破颈线 拉回颈线位置 在今日里面又是再创新高 我告诉大家 都是在一些温水煮青蛙 等到利多的过程之中出来的时候 飙上去呢 你已经稳稳坐在车内 不是你一天到晚很辛苦去帮人家抬轿 那抬轿完之后你要再想 哇我这个股票出不出得掉 买少赚不多 买多怕出不掉 所以我说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来讲的话 你只要去思考你的做法上面 是不是正确的 你的做法上面的主流的方向 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已经讲过了 这一家公司里面 9022点过了 然后呢 W底型完成了 每一天都在温水煮青蛙持续的创新高 你就在想筹码在谁的手上 筹码在谁的手上 不但在法人的手上 我也认为有在大股东的身上 因为大股东知道他今年赚的钱 会是过去的一倍以上 所以慢慢的散户的筹码都被大股东 都被法人吸收掉了 然后随着整个未来的一个利多上面 他就会慢慢的去做发酵 那我们说过8块多的个股 涨到10块钱你就赚翻了 讲白一点点你就赚翻 就好几层了嘛 你自己去算算看 是8块钱涨到10块钱 是不是就好几层 所以这种个股里面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一些把握 而且10块钱根本也是价值低估 因为他本一比只有8倍不到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告诉大家我的优势 第一件事情 这家公司赚多少就是赚多少 我只会少算 我不会多算 多算 有些人明明是亏钱公司 他就告诉你他是赚钱公司 画了一个梦给你 亏5块钱说赚5块钱 赚3块钱说赚10块钱 结果公布出来通通都不是 手上的个股又不知道该如何的处理 然后买了一大堆 叫你买了一大堆 结果呢你又卖卖不掉 你要卖给谁接 你一卖呢可能又是跌停板 因为你一卖他的张数很少 买盘量很少 你会把他打到跌停板 他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不管是从维新 不管是从国具 你都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跟你讲的 获利的数字 我说索罗门会赚到 将近5块钱到7块钱 0.5元到0.7元 那可能呢 会将近到0.7元 去年一整年只有赚4毛多 今年的第一季呢 就赚0.69元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 你看去年索罗门一整年0.47元 今年的第一季呢 就0.69元 而且有很多的部分是来自于本业 所以在这种区块之中里面 创新高之中拉回 不跌就是不跌 很多的电子个股跌翻掉了 腰斩的也有 两层的也有 三层的也有 这些个股拉这些跌生的股票 他就是料定你拉上来 第一件事情你无人为力 他去你的成本很远 你没办法卖 因为他也知道一般投资朋友 你就是不肯去正视你的股票 所以他知道你没办法卖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一些的个股 他一定会走一个跌生的反弹 但他真的会回升吗 很难 尤其是一些季线 已经下班的个股 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你来看这些个股 是不是都强势的个股 因为他是真的有 获利的一些的公司 那我们说3598的一个毅力呢 去年第四季完全没赚钱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呢 营收没有增加 获利呢大增 来到一块一毛钱 就代表他的毛利上面来讲 一定是成长的 而且他是手机的概念个股 那第二件事情 大家应该知道 INL被收购吧 收购的价格有多高 大家应该知道 那这一家公司裡面 他也是有机会 不管会不会被收购 我们就说他的本益比 在IC设计公司 以今年的获利而言 十倍的本益比都不到 而且也历经的腰斩 所以这些的公司裡面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别人都跌翻了 他为什么不跌 这就是你要去做留意的 那热身的部分也是如此 在当时候呢 不到120块钱 我们就跟大家讲 利空而不跌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你来看 当时候呢120块钱都不到 今天呢涨到128 所以股票是一种资产 它是一种资产 问题是你会不会去选对个股 我们在这个节目裡面讲 我们说有时候你要知道 正规军开打 它是来自于某一个阶段 美国股市是流行如此 台湾股市也是如此 可是你有没有跟上 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节奏 但我们在第一季告诉大家 就是在半导体 IC设计也好 半导体的设备也好 你来看6208的日洋 藏金设备的个股 14块 15块钱 你要标股 这支股票比你更标 你买到什么样的标 可以标8成的 问题是你是买在这边 在标第8根掌停板的人呢 你到现在里面 它的反弹你也无人为力 不是吗 所以你要正确的方式 就是当别人都不知道 吉特的时候 你14块15块钱去买 你才能够赚到8成 然后大家都在讲 吉特的时候呢 很抱歉你赔掉3成 你赔掉4成 永远要比别人早知道 维新也是如此 国际呢更是如此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全新的投资组合已经推出来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你就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联络 过去的个股 你来不及参业 但是现在里面 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绝对来得及 在这个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米加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 股市里一道曙光出现了 散户藏民资讯的缺乏 而造成投资的苦果 唯一真正拥有 法人实战操板经验 绝对不能和股票谈恋爱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为投股界建立全新典范 我对我的操作绝对负责 相信会员也能赚到钱 用成国际投股 用成国际投股 给您全方位的理财官 入费关线 02 2542 8999 2542 8999 股市里一道曙光出现了 散户藏民资讯的缺乏 而造成投资的苦果 唯一真正拥有 法人实战操板经验 绝对不能和股票谈恋爱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为投股界建立全新典范 我对我的操作绝对负责 相信会员也能赚到钱 用成国际投股 给您全方位的理财官 入费关线 02 2542 8999 2542 8999 新闻喜欢 尽向平衡 增值金专 问多首选 战归 我期盼能给孩子 暖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造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极加